提到模范就知道该受人尊敬和学习 小时候的模范生 模范青年 而成家后的模范父亲母亲 都有其让人津津乐道之处 但要当个模范老人就真的不简单 除了活到老要学到老之外 能够运用自己后半辈子的岁月 成为下一代的闺孽 想基本上 我都常常鼓励 我们这些老人 或者人员来自于我的爸爸 我都希望说 他们不要就待在家里面 那家里面含泥弄孙固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对自己的人际关系 生活的成长 家庭的生活 显然帮助不大 9月30号即将在台东社府馆 进行九九重阳节活动 而这些典范故事 都可以在这个受奖仪式当中 来了解 到底该如何让自己的老年生活 活得更有意义 社会处新处长表示 全世界的高龄族群生活越来越丰富 而老人家们虽然动作比不上年轻人来得快 但一样可以在学习当中获得满足 更能够降低失智的问题 社团的这个团体 那因为他们都会办很多的活动 会办很多的一些成长 或者是这个文艺 球类 歌艺 才艺等等的比赛 让这些老人家 平常就有一个平台 可以互相去观摩 互相去学习 这样才不是老人痴呆症 当然对于老人家 有特别关注的年轻人 也该受到表扬 都会在9月30号这一天 看得到别人的付出 和分享他们的故事 相当具有意义 东台新闻张玉成台东报道